哈喽Fullet family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很大的误会 所以我今天想要把我的心里的一些话讲出来 虽然我不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我现在住在这边 然后住了一阵子也开始了解 所以我想让大家也更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我在马来西亚交了一个女朋友 我最常听到的问题就是 马来人为什么会讲中文 为什么会讲华语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误会 因为我的女朋友不是马来人 她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那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完全不了解的话 我帮你们解释一下这个分别在哪里 马来西亚这是一个国家 那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分三大种族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跟一些原住民 还有一些其他小一点的种族 那通常你都讲到华人 就是华人面孔的时候 他们都会称为是马来西亚华人 如果你叫一个马来西亚华人马来人的话 基本上他们是会不开心的 我也犯过这个错误 因为这就有点像你跟人家讲说 我是来自台湾 然后人家跟你讲说 哦你是泰国人 就 它完全不一样 虽然台湾 台湾 听起来很像 but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他们是会生气的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 在马来西亚 华人是没有受宗教的信仰限制 但是基本上这里的马来人都是回教的 如果我今天女朋友是马来人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跟她手牵手的 没有办法任何亲密互动 要不然这是犯法 因为所有的回教图在这里的马来人 只有夫妻才可以这边认得牵手 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然后华人会说中文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来自 很多这里的华人都是移民过来的 他们祖先可能是来自大陆 就像我是ABC 虽然我在美国出生长大 但是我的爸妈妈妈是台湾人 所以他们小时候也有跟我讲一点话语 然后我长大要去学 所以我可以讲 那除了中文以外 我的女朋友Jimmy还会广东话 这里很多KL都会广东话 还有福建话也很多人会 还有英文马来文中文 这是比较基本的 Jimmy还会客家化 那在马来西亚是很多语言 很多种族在一起的国家 所以他们语言能力是非常的强 所以如果你拉到这边 基本上你不太需要怕语言不同 那另外很大的误会 我觉得有一些人 有时候会开玩笑说 你住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不是都住在树上吗 虽然他们是在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这会让人家觉得 马来西亚是很落后的一个地方 which is 完全错误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最高的大楼 已经盖到106楼 这甚至比台湾的101还高 然后在一两年后 又要盖一个118楼的大高楼 那这个会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高楼 那基本上它这边的MRT那些也都建好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需要更了解一下马来西亚 对 这里的确很多大自然 然后很多瀑布 很多Nature 可是城市里面也是很多Skyscraper 很多大楼 也是有很多先进的地方 越来越进步 那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能让更多人更了解马来西亚 我同时我也还在了解 我很多东西还是不知道 可是起码 我知道也想分享出去的就是 请你遇到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时候 不要叫他马来人 警告你一下 要不然 怕你受挨马 因为有时候是会生气的 完全不一样 就有点不尊重到他嘛 对呀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 认为马来西亚特别的地方 请你在下面留言 让大家也解清一些误会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个喜欢 然后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马来西亚 更多人爱马来西亚 好我们下一集见 See you guys later 我是傅冠杰 Kurtis Fu Love Bye 我想再补充一下 如果你只想要说 来自马来西亚的人 不要分什么马来人 华人印度人的话 你可以直接说 马来西亚人 或者是大马人 这样你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这样就是包含所有的种族 OK See ya